位于韩国庆上北道的浦象是南韩的钢铁重镇 但近年来更有非常多韩剧来过浦象取景 也让浦象成为新一代的韩剧城市 包括台湾观众耳熟能详的山茶花开石和海岸村恰恰恰 都带动了浦象的旅游热潮 甚至吸引大批海内外游客前来造访 浦象最新的惊奇景点Spacewalk 是2021年11月才出炉的空中步道 号称用走的云霄飞车其实是全长333公尺的阶梯步道 绕来绕去的轨道设计最高处居然有25公尺高 天空步道共有717阶楼梯全都是以钢铁打造 不管是晚上或者白天都可以拍出动人照片 更厉害的就是上去走的体验感 然后不拍了就伸手招进去就好了 这也怕哦 我可以车腿吗 好像真的有点恐怖 我可以车腿吗 不行 不行啊 不要看下面就好了 看上面就好了 上面是你的年轮感情 哦拜托哦 继续高端 哦 所以你不用了 下去要往下降了 好啊 你下去 尽管居高零下360度的景致壮阔绝美 但这个高度实在让人吓破胆 不得不往后撤退 据说来这里有不少人跟我一样 走一小段就不敢再走了 浦象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多元魅力的水井之城 来这里可以搭乘游艇 从海上感受这个城市的美丽 吹着清凉的海风 欣赏日落余晖 体验一下韩剧里的富豪奢华悠闲的游艇派对 当然也可以到浦象市立美术馆来一趟深度的艺术文化之旅 美术馆宛如一栋坐落在森林里的艺术殿堂 不管是在户外打卡拍照 还是进到馆内沉浸在艺术的世界里都别有一番风味 来浦象还能体验现在最夯的海边露营车 游泥的海洋面向宽阔的大海 露营车里有一个单人床位和双层床位 可以容纳三人入住 另外还附淋浴间和厕所 桌椅毛巾牙膏牙刷 还有琉璃台和简单的厨房用具及冷暖器 每辆露营拖车都附带一个玻璃屋 可以在露营区的小卖店里买饮料 零食泡面 在里面吃饭聊天 也可以在户外生营火烧烤 烤盘上的猪肉滋滋作响 和亲朋好友开怀畅饮 舒适地度过一晚后 清晨的阳光洒落在海面上 人生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愉快的事